基隆市长谢果良在记者会中表示 非常乐意配合调查 让各界更加了解 东岸商场的产权是属于基隆市政府所有 我将亲自针对基隆地检署的一个他字案 有关于东岸商场的部分 前往地检署亲自说明 所谓他字案的定义呢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是否有特定人士涉嫌犯罪 尚不明确的一个分案方式 那么我猜想是因为主副公司有提告 地检署依相关规定分案 我们非常乐意 非常乐意接受配合调查 我相信在调查过后 检察官一定能够还原真相 也希望能够还给基隆市政府一个公道 我想要再次来强调东岸商场的全部产权 属于基隆市政府所有 各位可能不知道这块地是民国八十九年市政府以八亿四千万买来的国有地 土地所有权人 其造人都是基隆市政府 在先前市府与大日公司的OT合约精神也当中有规定 2月1号就可以将营运权完全移转回来 合约中也有清楚的载明 合约到齐后市府可以进行的收回资产 我们是依照跟大日的合约精神 在2月1号针对公共区域 我跟大家报告 我们针对公共区域的部分 进行资产的收回 完全没有进入到私人的空间 除了维护新合约的一个稳定 取回中控市以及公共设施 也是为了保护消费者跟市民朋友的安全 公共安全是最重要的考量 主妇跟市府也没有任何的合约以及采购关系 而且呢发言人之前已经说明过了 本案是由交通处主动提出需求 警察局给予行政协助 今天因为这个他字案 我要代表基隆市政府到地检署说明 我们非常愿意全力配合 并且也要让检察官了解 我们是依法有据 依照合约执行公务 取回市政府以及市民朋友的资产 不会让政府的产权落到私人的手中 谢果良最后也说明他字案的定义 及是否有特定人涉嫌犯罪 尚不明确的分案方式 因为主妇公司有提告地检署依相关规定分案 他会代表基隆市政府到地检署说明 也会全力配合 让检察官了解市政府是依法有据 执行公务 取回市民朋友的资产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